中文字幕——YK 近来宣布要返回祖国发展 并以精心打扮的造型出现 完全看不出已经57岁 侍逢他与张国荣、叶童、汤震燕主演的新浪潮经典电影 《烈火青春》4K修复新版将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亮相 他最近将会频频现身公众眼前 夏文系和叶童当年在《烈火青春》都是新潮、性感的形象 夏文系和汤震燕一场在电车上的激情戏 因为造成电检争议 差点使片子糟劲 迅速打响 《豪放女》威名 之后在邵氏古装骑情影片 《唐朝豪放女》 饰演放荡不羁的《才女于玄机》 片子还未在台放映以惊艳明远播 汤陈徐峰邀他主演李昂小说改编的《杀夫》 扮演在肉饭丈夫房市虚索无度 还施以灵虐下失控 杀人的妻子 在台湾与《唐朝豪放女》同档打对台 居然卖作分居冠亚军 立刻让他红遍全台 之后夏文系游走在港台影圈 又以一档连续剧《春去春又回》 在台缔造收视佳机 正式跨足小荧幕 然而 他在拍摄连续剧《塔里的女人》 十位爱出走 在美国结婚 也就此退出演艺圈 为人亲母好几年 才又以连续剧版《新龙门客栈》付出 偶尔接一些戏满足戏影 近几年他传似乎人生中 又进入新的阶段 不仅以自由之声的姿态 付出接演TVB港剧《逆元》 和李诺伊的荧幕姐弟恋 引起热烈话题 也透露私下不乏小鲜肉追求 只是他没有答应 《逆元》 再次让香港观众为他的独特气质而着迷 他却因为后来爆发的新冠肺炎 没有乘胜追击 直到近日疫情进入尾声 他才在社群网站宣布要重回华人演艺界 现在先以抖音位主要的平台 发出好几支短片 让人看到他的最新风采 他日前回到香港 在与夜童重逢 两人一个海量力娇艳 另一个优雅老去 引迷讨论不已 刚巧 烈火青春 修复完成 广州 香港等地都有中印场次 他都会参加相关活动 及温故让人见识他现在的神采